四點多超商外 男子拿手機錄影 但他邊錄邊後退 沒多久同伙跑了出來 有人拿球棒 還有人拿刀線 接著跳上機車 逃離現場 民眾直擊超商緊急 拉下鐵門暫停營業 因為店裡頭血氣斑斑 店員遭砍傷 倒在路旁求救 他右手掌右手臂嚴重刀傷 左手也骨折被緊急送醫 四點多發生的事情 我早上來的時候 都還都是聽錯 然後是不是就是 有手掌被砍斷的 衝突犯在7號凌晨4點多 一名核心女子 與前男友有感情糾紛 陳姓有人要幫她出氣 找來朋友 到西職要找對方談判 在超商外看到對方的朋友 現場16打1血腱超商 警方成立專案小組 6小時內 逮捕了陳姓男子等 16名嫌犯 全部人蹲下 都給我自誤他 手抱頭 疫情期間 三級警戒 還有人在這巨重 好玩嗎 這樣說好玩嗎 醫護來的這麼辛苦 這樣說好玩嗎 還有好的事物還要 玻璃石化身訓導主任 訓斥年輕人 全民忙防疫 他們卻在群聚 傷了人不只得面臨行責 三級警戒群聚 每個人得面臨6到30萬元罰單 一旦開罰 這場尋仇 代價恐怕是百萬起跳 三級警戒群聚 是